对外关系协会25日举办520后外交与两岸的变与长座谈会 针对国台办称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 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也是民进党员的吴子佳说 补考的题目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关键是 我也不计划讲完 就是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吴子佳认为蔡英文就职演说最突出的部分 要清美日离开中国 经济方面提出新南向政策 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全球外交议题表述方面 蔡英文表示要坚持和平 自由 民主及人权的普世价值 加入全球议题的价值同盟 吴子佳说 当然和平 自由 民主 尤其民主及人权的两项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中国大陆不是我们的相同价值体系 也当然中国大陆不是我们的价值同盟 因此这里面有非常强大的排他性 也就是排中国的排发性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成指出 如果北京愿意从善意的角度去解释 也可以解释蔡英文已经承认了九二共识 林文成说 因为他提到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那就是各自表示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他提到两万人民关系条例 两万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特质就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那些是一国两栖的概念 政大外交系副教授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黄奎博分析说 蔡英文的表述广义可视为认同法律一中 虽然他没有讲 黄奎博说 但是我觉得北京他想要看的是 蔡总从法律一中的这种模糊的陈述 间接的陈述 逐渐过渡到政治一中 前总统府发言人 英国伦敦大学雅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以信则预测说 热战不可能 热核不再来 未来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冷核或者冷战 那目前现在状况 算是刚从一个热核的一个状况 走向一个冷核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这个冷核能够维持多久 会不会恶化成冷战 我想这个是未来 要持续观察你的重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